电动汽车越来越成为全球的一个关注的主流 它能够让我们的生存环境 还有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也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电动汽车的开发当中 在整个电动汽车的开发过程中 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挑战就是开发周期 随着电动汽车的日益普及 行业规模迅速扩大 因此需要更多的专业培训人员 虽然现在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 能够使教学比较接近实际工作环境 但是光靠这些还是无法实现 将虚拟物体展示到现实世界中 HoloLens的引入 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在真实环境 真实比例的情况下 然后来体现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这样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到设计师 在前期发现很多问题 甚至设计师可以实时地进行对模型的调整 和检查相关的人机工程限制条件 同时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可以让设计师和工程师 不用在同一个地点 不用都得到模型现场 通过在各地的HoloLens会议来解决 异地之间能够看到同一个尺寸 同一个真实场景 通过互动可以帮助学员分析理解电动汽车结构 以及电池电机等主要零部件系统的工作原理 学员可以徐徐如生地看到多角度多方位的展示 有效地帮助学员理解记忆受核内容 我觉得这是一个汽车设计非常崭新的一个亮点 也是我们认为能够缩展开发周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Holo EV Studio 旨在深入新能源汽车行业合作 提升设计制作环节的沟通效率 降低成本 及技术人才培训的多维度交互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积极探索混合现实技术 在精准医疗 建筑施工 艺术创作等领域的协作交互场景 助力产业升级 打造更高效 更立体 更自然的全新用户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